E. 杭晓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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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我叫你去调查柴晓鸡 E. 不是叫你去伤害她 E. 谁给你的胆子 E. 杭晓鸡 E. 杭晓鸡 E. 杭晓鸡 我可不能接受 被他像狗一样的 把我踢出公司 你还想干什么 方冷已经盯上你了 你再不收手 他迟早会怀疑到我的身上 你以为就这么结束了吗 方冷辞你也不是没有道理 你跟一个女人动手 你像话呢 反正拆小器的事 就这么算了 你的工作我会安排的 不会让你吃亏的 真没想到 你竟然这么赚弱 江小姐 拆小器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 你就这么决定放弃了 不是我不想查 而是方冷失忆的消息 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我已经没有心思管拆小器了 现在你的眼里除了方冷 没有别的事情了吧 请车 江小姐 以后我不会再打扰你的 你自己保重 小器 就无法咱们 你自己保重呢 我让你处理一下 对不起嘛 找到了吗 这么快就找到了 没 我说找到就太好了 太好了 你吃饭了吗 我们去吃饭吧 不用了 我一会儿要去找分了 就先不给你吃饭了 找我哥哥吗 他帮了我呀 我当然要回报他了 我先走了 拜拜 我也帮了你呀 你怎么不找我呢 进来吧 怎么了 你自己看吧 这是什么 我回去想了很久 还是没能想出 什么能帮你的 所以就把我自己的超 超级擅长的东西 列出来了 你看看吧 没准有能帮到你 你干吗 的确有 的确有 哪个 对美男友敏锐的见赏力 要不这样吧 从今天开始 你就搬来我的办公室 每天就对着我坐 看我这个美男就好了 你 你以为我主动找你很容易吗 丑袖 我 是我说的要拒绝你 你跟方烈纠缠我的时候 我也想过要躲着你吗 可是 你现在出了问题 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